四天連假到現在看起來 天氣都算晴朗穩定 那在明天來講的話 很多人準備南來北往要收假了 天氣狀況目前看起來 也都還是多雲稻勤的天氣形態 那今天各地來講 都還是受到了東風的影響 因此各地都是晴朗高溫炎熱 尤其在五間的時候 被封測像是在南投 有觀測到36.3度的高溫 而在台北市區也是在33.9度 整體上來講 都算是各地都有五間來到30度以上 但是接下來天氣要有變化了 明天晚上隨著風面南下之後 下個星期一 會有另外一波的東北風增強 那到了下個星期開始 北部東北部地區 又會轉為比較溼涼的天氣形態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降雨的預測上面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北部東北部地區 主要是在宜蘭的山區 有機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陣雨 而明天白天來講的話 主要是在午後 會隨著東風帶進來的水氣 有一些局部的對流發展 因此像是在花東縱谷 以及台東的山區 中南部的山區 同樣也會有一些零星短暫陣雨的機會 前往山區的話 當然還是一樣帶個雨具來備用 那我們從地面天氣圖 繼續來帶大家看到 下週的天氣形態了 在今天來講的話 都還是受到東風影響 明天同樣還是東風 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一道的封面 是逐漸接近了台灣的北部海面 在明天的晚上開始 封面會先通過馬祖 因此明晚 馬祖就會先有降雨的感覺 而隨著封面往南下之後 快速通過 到了下個星期一 星期二的時候 北部東北部就開始受到了 這一波冷空氣的影響 東北風影響之下 在北部東北部地區 星期一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出現 而在東半部地區 當然雲量同樣也會增多 而且溫度同樣也都會下滑 在中南部地區 相對來講 感受是比較不明顯的 都還是多雲道勤的天氣形態 在北台灣 降溫的幅度就會比較多一些 可能會降個7到8度左右 在高溫的部分 因此這個降溫的感受 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 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一週的天氣趨勢 下週一變天 星期二之後 都還是受東北風的影響 星期日都還算是晴陽穩定 北部的高溫可以來到33度 南台灣同樣33度左右 下個星期一星期二 就開始受到了下一波 封面通過的影響了 那在溫度的部分 剛剛有講到高溫會下滑 北部地區轉為有降雨的天氣形態 南台灣多雲到期比較不受影響 星期四星期五 同樣還是繼續受到了 這一波的東北風的影響 那在溫度上面 還是稍微有點涼意 不過降雨的部分 會稍微虛款下來 南台灣午後會有一些 局部的短暫陣雨 來看到明天各地的詳細預測了 明天在北部地區 還是晴朗的天氣形態 高溫在30到33度左右 中部地區 明天的高溫在32到34度左右 而在南台灣 明天的高溫也是在33到35度 東半部地區 明天的高溫在31到32度左右 而在外島地區 馬祖的溫度在28度左右 金門跟澎湖的高溫 同樣也可以來到30度以上 今天的知根看天氣要提醒大家 明天的午間還是比較偏炎熱 戶外活動記得多補充水分 另外如果你要前往山區的話 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 主要在山區的部分 要記得攜帶雨具來備用了 我是陳志根 廣告回來 潛力持續鎖定中視新聞